嗨大家好,我是來自中山大學海洋生物科技技資源學系的佐恩天 那這是我的IOH講座 那這篇講座的詛咒主要分成三個大點 就是我當初進這個系之前所抱有的期待 然後進入這個系之後發現了理想與現實的Allatter 然後最後我是用什麼方式去面對這個問題的 好,這是我的目錄 如果有興趣想要看特定的部分的話可以點到特定的時間點來看 好,那我現在自我介紹好了 那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高雄人 那我的特質 比較內向和慢了,不過認識 認識久一點之後就會發現我比較熱心和積極會參與一些活動 那我自己也很喜歡動手操作一些實驗啊或者是 做一些手工育品,像是鴨花之類的 那我的興趣的話可能多到數不完 因為我對很多事情都相當有興趣 不過有些卻很難維持就是了 像清清自然和觀察動物就是我 特別喜歡的一個 那尤其是魚類和鳥類都是我最喜歡的 那分享一個點,就是 我們中山大學附近的壽山自然國家公園 它就是一個踏青和觀察動物的好地方 像左邊這隻 紅腰,白腰雀旗 它就是在裡面的歪來種 那天文我也覺得它非常有趣,因為它在我們眼皮子底下 沒有看到它的時候,它 一直都在發生 像是左邊這張月亮 是我用自己比較低階的裝備去拍攝的 也是因為這種低階的設備不能拍到 比較清楚的畫面,所以 我有一頓 有想要放棄這個興趣 不過如果以後有 足夠經費的話,我也會 維持這個興趣 那急救我也其實有考了 EMT1還有VLS的證照 那 我其實也想擔任志工,就是 地區性的鳳凰志工,不過 時間卻不允許我去擔任這種志工活動,因為他們真的比較耗費時間 不過如果以後有機會可以 報復這個社會的話,那我也是會去擔任這個志工 那我其實也很喜歡知道各式各樣的知識 所以我常常會翻閱一些有趣的科普性質文章,或者是看一些比較有趣的科普影片 像是我就會透過YouTube還有國外的科學專欄App 還有Google快信這種 App來進行觀看 像Science News 它裡面就很多國外的期刊 還有比較有趣的文章,還有比較新的 方法 都會在裡面報導出來 那媽咪說的話,它裡面 介紹的是量子物理 還有 天文學,還有 數學 的歷史介紹,還有一些比較 應用方面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些地方都是很有趣的 那我原本預想在 大學四年是 購得比較充實 然後收穫是很多 不過到了最後就是 現在大致了嘛 那我發現說 這個 這大學四年很像 看見了社會的縮影 那我當初進入這個系之前是比較 有點 富有爆富 就是想要在 做實驗的方式 為這個社會盡一份力 不過現實的話 我進入的是比較做基礎研究比較偏生態的實驗室 那與他們 與那個 因為裡面的 學長姐聊過之後 我就發現說現實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美好 那 這就是我發生一個轉捩點 就是 我發現未來出入 和能否透過研究 來達成理想 是一個比較 讓我會 不安 不確定 所造成的一個恐慌的現象 那 我來講個假設好了 如果你今天想要在實驗室工作的話 生物研究助理的你 你會面對 比較不友善的現實 像是我們都基礎研究的實驗室 如果 如果政府沒有給我們經費的話 其實很難維持 做這個研究的 動力 而且實驗室助理很容易受到淘汰 因為 只要請一個 會做實驗的人來進行 取代 你就很容易被淘汰掉 那所以說只能靠興趣來維持這個工作 來維持你要達成理想的目標 不過 你不要想像 不要 想說他可以為你的生活改善 或者是 你的理想 進行達成的動作 那主要還是因為 來自上級不同的價值觀 主要就是 經濟利益和基礎研究的考量 他們主要會 覺得說如果有經濟利益的話 他們通常都往經濟利益方面走 所以基礎研究的經費其實會比較少 不過 基礎研究的重要性是真的很重要的 而且他對人 人類整體福祉都只有直接的相關 那我舉個例子好了 如果我們生態遭受破壞的話 他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那像農作物 如果他們有蜜蜂授粉 那農作物就不能開花結果 然後讓我們有收成動作 那這樣糧食的問題都出現了 那 講到海洋的話 我們會說一下珊瑚礁 珊瑚礁的話 如果沒有大法羅 對我們的 疾貫海星進行劣食的話 珊瑚礁所孕育的多樣性會破壞 因為 大法羅在澳洲他們當地的人是覺得他很好吃 所以他們會大量採裂 所以這樣的 這樣的採裂行為會造成這樣的環境 就造成這個生態的崩壞 所以說維持 生態穩定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所能做的事其實 很少很少 少到這種無力的感覺 頂多就只能跟身邊的人宣揚說不要用一次性的塑膠啊 或者是購買當季的生鮮啊 像是塑膠會產生 如果排 如果流入 海洋的話 它會形成塑膠維力 塑膠維力會 慢慢從 從低端的食物鏈層中 累積到我們人類 所以 也是我們自己在人灰 也是我們自己人類在摧毀自己 所以說 如果看這影片的話不要用一次性塑膠 那可是除了 實驗之外呢 真的沒有改善大眾認知的方法嗎 我覺得是有的 因為如果我們 讓大家從小都知道生態重要性的話 那 知道這個生態會 會如果造成破壞的話 對人類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那豁多或少會有一些比較不同的 現象產生 像是政府會可能會更支持這個活動 或基礎研究 那我所做的改變就是先讓自己適應上社會的需求 還有讓自己透過更多的學習 讓自己不容易被淘汰 那麼容易被淘汰 這樣才有機會 在未來 為這個領域付出一份力 像現在這個大數據的時代就是 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還有 虛擬實境 擴充式實境 還有區塊鏈的潛學 那這個時代我們 回來這個時代 通常都需要 訓練更多自己 就讓自己學習更多 像是我自己的話就進行 基礎 語言的學習 還有嘗試目前主流的機器學習 讓自己 能夠未來可以應用他們 那我在不同領域的學習 除了知道 不同領域的思考方式 或許也可以讓我自己 朝自己的理想更進一步 像資訊 那我在資訊相關學到的東西就是 他們是用定義來去 定義件事 然後再用數學來進行 探討 那醫科的話我有修 我有修我們學校的學程 像是應用醫學工程學程 那我就知道他們的 需求就是從 客戶端的需求來進行研究 那最重目的是減少 就醫和審斷時間 就是很簡單工具法則 不過我從他們的 研究來看的話 他們真的是 非常的符合這個標準 那如果做結合的話 那我可以定義我的 要達成我理想的需求就是讓民眾知道生態重要性 而且還有讓 對生態能夠有所重視 這就是我的工需法則 就是我的需求和我要的 做的事情 那如果用數據和教育進行根本上改變的話 就可以透過回到出發點 讓他們受到應有的教育 讓這些大部分人都知道生態重要 那我想法就是透過整個資料庫 像是我們台灣的資料 台灣的魚類資料庫 其實比較 沒有那麼完整的 那或許我們可以用國外的 World Register of Marines Species的資料庫 還有 Fish Base Fish Database 他們也可以進行結合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用電腦來進行物種的鑑定 又讓電腦學會如何去用檢索表 那在傳達給不同使用者 來進行使用 像是你可以想像成他是寶可夢圖鑑 如果你拍了一隻魚 那就是那個本圖鑑他就會說 這隻魚 有什麼樣的功能 有什麼樣的利益 有什麼樣的經濟價值 如果他存在的話 他可以 為我們生態 貢獻出哪些 部分 或者是可以給政府說 這個魚 他的體內的 成分很有用 就是 可以 未來可以做一些新型藥物 所以就是根據不同玩家給不同的訊息 這就是我想達成的一個理念 不過 所以 不過所以說 這個夢想聽起來有點偉大 不過在實踐之前也是要 審視一下現實 因為現實還是需要 不讓自己被淘汰嘛 而且還要 足夠精進能力才能去想這種比較理想的事情 那所以說我就不想要 我想要成為的是不要讓自己失望的人 就是如果未來真的選擇其他領域 我還是 一定要不能忘記說 我們生態領域的重要 生物領域的重要 好 那 再來介紹一下我們國內中山大學 那我會 分兩個大部分來進行介紹 那首先是 多數人也中的中山大學 其實跟我自己 當初 想的是差不多的 因為我當初 雖然我是土生組長高雄人 不過我卻對我們中山大學有點 不熟悉 不知道 因為我住那邊 離那邊比較遠 所以我就用自己原有的想法 讓進入學校之後的想法 讓進行 講解吧 像我當初看到我們隧道就覺得他破破爛爛的 很有年代感 不過 最後的想法其實是截然不同的 而且 他也被過去我們的 過去的實驗室的老師說 他破舊到不想讓他自己過來 就他在就學期間會有這樣的想法 不過他現在是在我們中山大學服務 那事實上說 我們看到 遠處的 我們可以在海外可以看到遠處的中山大學 就紅色建築在綠色的森林中其實是相當顯眼的 而且在我們 校園內也是相當活潑 而且並有 常常會有一些活動可以讓我們去參與 那是什麼 擺攤的市集啊 還有一些 活動的表演 這些都可以讓我們去參與 所以他相當的活潑 那猴子有夠多是大家都應該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啦 因為 作主中山這一大夢魘就是猴子太多 不過事實上說 事實上就是只要避免一些事他就不會來 偷襲你或者是搶你的失誤 或是對你 亂你對你造成一些威脅 所以只要避免 不使用塑膠袋 使那個塑膠袋 摩擦發出聲音他就不會過來 搶你的失誤 然後不要露出這些牙齒就讓造成挑釁的動作 這都是蠻重要的 如果你坐在宿舍的話也要 記得注意 關上你們的門窗 不然他有時候也會潛入 所以只要預演這些事情其實猴子也是 我們也是可以跟猴子共 共生存的 那 相當 相當偏僻和交通不便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當初我就聽說中山大學是在山上 然後又靠近海邊的學校啊 那他是不是很偏僻呢 所以這是我的個Question 那 最後我是進入之後會發現說 學校裡面怎麼那麼多工具可以選擇呢 像是我們走路不到10分鐘就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 像是 捷運站 還有電動車 腳踏車 還有校內公車 這些都是可以我們可以租用的 而且我們 學校也有一些點可以讓我們有共乘的制度 像是機車如果有申請的話也可以 載別人去上下學 那那麼那麼偏僻的話是文化美食的沙漠嗎 那其實也不是喔 像美食的話我們在學校附近的哨船街和廟口都可以享用到 非常美味的美食而且都價格都非常便宜 像如果有機車的話也可以到鹽城區附近的清樂街進行享受 那 也可以做我們的捷運 從騎士玩到延城普站 所以都非常方便 然後 我自己也因為那邊的美食吃了有點 在大學感覺有點變胖 那文化的話其實 清朝時期留下來的英國理事館 他以前是學產養殖所他也是 非常有文化意識駕駛的 像是隧道啊 和柏位也是日本時期 日日時期留下來的東西 所以 你不要小看我們這個 中山大學 他真的附近周遭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而且都非常 豐富 就文化非常豐富 而且食物也是相當多 所以他不是沙漠喔 那我們的學校的特色和資源是什麼呢 我會翻成這幾個來進行介紹 那我們的夕陽與海其實是真的是每天都可以看到夕陽 你只要有來上課的話你可以在下課時間可以看到夕陽 那每日的景色其實都沒有特別相同 像是如果你台風天的時候你看到很壯觀的雲層 然後覆蓋著我們的 夕陽 所以是相當漂亮的 如果你有機會他可以把 每個每天的 夕陽的照片拍下來 然後再進行對比你會發現真的完全不一樣 那資料庫和軟體齊全 也是我們中山大學 的一個 重大資源 而且我們的人文 自然科學的文獻資料庫還有統計軟體啊 程式語言啊 數目管理軟體 都是非常 齊全的 那我們海之系能夠應用哪些資源呢 像是我們常常會閱讀一些文獻我們就會記錄文獻嘛 就記錄我看過什麼文獻啊 那如果我要寫論文的時候我要 要引用哪篇文獻啊或者是我特定搜尋一個 文獻的關鍵字我也可以用Endnote來進行搜尋 搜尋 和記錄的動作 那我們 學校提供的資料庫也是非常多像是 ScienceDirect Osaver ScienceOnline 他其實 富含的 文獻也是相當多 但是 農民漁目 還有醫學 還有生物科技 還有我們的 漁類的 漁類等的資料庫 你的資料的文獻都非常齊全 而且 這樣也符合我們 未來進行研究的時候需要進行文獻回顧的動作 那統計軟體我們學校也是提供非常多 像是MATLAB就是一個程序員他也可以進行統計分析 SPSS和SAS 都是統計程式他也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我們做實驗 通常都會產生一堆數據 那我們都可以透過這些數據來進行 視覺化的分析 那我們的課程中端課程其實也是相當豐富 不過對我們海資系就比較吃虧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必修學分其實還蠻重的 加上 一些體育啊 還有一些 通識課啊 加一加就要80學分了 那我們的選修課程也是 至少要求50學分 所以我們 雖然BA門檻 只有128學分 不過你能學到東西其實 就只有比較偏系內的 如果你要補系啊雙組修的話就比較難一點 因為我們沒有自有學分 如果有自有學分的話我們就可以 透過選修不同系的科目 然後達成俯修俯系的動作 那 我跟大家 就是未來學弟妹講一下好了 就是我們如果我之後要來進行就讀的話 我們系 的必修可能會越來越重 對 所以 要注意點 不過如果你真的很多課想要修的話你會 我會怎麼做呢 但是我自己的信用方式就是透過 時間規劃還有 選不選比較 學分數比較低的課來進行選修 像時間課的話 他其實 你要花三個小時的時間去做 一學分的事其實很不值得 CP值很低 可是他真的 非常重要 我之後會在後面 比較詳細的解釋 不過 如果你之後有 如果想要來海志系的話 其實 真的要學到時間課 因為時間課真的很重要 你在 你在時間室裡面真的是 不一定會做到在 時間課裡面學到東西 而且時間課算是打基礎 打好基礎的話 你對未來的研究 其實 其實是 效果是更好的 那我再介紹一下我們 海洋生物科技資源學習好了 我會分成這幾個部分來進行介紹 那我當初為什麼選這裡呢 因為我自己很熱愛生物 因為 認識一些生物 然後知道他們一些 不同 不同的現象 會讓我自己 挺有成就感的 所以我就覺得 生物是我的一個熱愛的 領域 那我也不排斥海洋 因為海洋 每天都可以去看到海的話 蠻有不好的 那也想看看生物科技在做些什麼 因為生物科技其實聽起來很厲害 不過 他事實上跟我們自己 我們當初在高中的時候 距離有點遠 那我就想看看生物科技在做些什麼事情 那我想看看說 能否用過用 利用實驗的方式 然後幫助到社會 對 那常見迷思 常見對我們海資系的迷思 有以下這些 那海資訊的資 是資訊的資嗎 其實不是 那我們海資的資是資源的資 因為生態中的資源 也是我們系的核心之一 不過我們系也有在做資訊的老師啦 所以如果你的資訊 想要打層次的話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找我們的 信任老師 蔡信任老師 對 那是不是去養魚的呢 其實也不是喔 因為 我們的出入還有很多很多 養魚只是其中一種 我在後面也會進行交詳細的解釋 和介紹 那與生科技相同的話 那是不是就一生顆顆呢 那其實 不要講這句話 真的不要講 因為這句話對我們來說是相當刺激的 而且對生科技而言 真的是更重 更重的打擊 雖然說我們 雖然說我們領的薪水沒有像 其他系那麼高 不過 達成 達成一件理想的事情是 讓我們自己成就感是很多的 而且沒有一個科技他剛畢業就遇到終點 所以說 絕對不要說這句話 而且這句話對我們的 真的是對我們 很刻板的印象 因為生科技他其實出入真的很多 是 在我們 台灣的話 比較少人在 少人有 比較少人會有得到比較因應的 就是相當的資源和相當的 相當的報酬 對 那所以海之系我們在做什麼呢 主要就是探索海洋資源 然後並進一步利用 還有開發 或者是 對我們的海洋保育進行 貢獻 像海洋開發的話我就介紹一下我們的海洋藥物的開發 像我們採樣會從抵托網 從 抵托網他其實意思就是從 研究船上面 然後拿網子然後升到地 這是海洋的地表 我們會從那個網子 直接拉 拉到表面拉到研究船上面 所以說下面的珊瑚礁或者是魚類 海綿就是固定的生物 他都會被拉上來 甚至在上中層的魚類 上層的魚類 還有錶層的 魚類也都 都會被撈上來 所以這是 雖然他是對 生態很不友善的一個行為 不過他是對我們研究做研究的話 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什麼生物都可以得到 什麼動物都可以拿去做一些採樣動作 那取水的話我們 像我們海洋三號他就 有 輪盤鑽的取水裝置 他就可以取水上來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 裡面的微生物進行分析 而且我們又取底泥的裝置 可以從底泥裡面 找出一些比較有 有興趣的 微生物進行研究 那抓了這些 樣本 生物的話 我們就可以進行 萃取完全化 像我們要透過急性啊 或者是這些 化物不同的性質 來進行 萃取 然後再把體驗出來 越成越好 然後你可以通過 實驗的方式 就是像細胞實驗啊 動物實驗啊 然後進行評估 那我們實驗的話通常都會用 什麼癌細胞啊 或者是 一些乾細胞 看他會不會有毒殺的現象 如果我對 癌細胞有毒殺現象的話 他可能會未來會變成比較好的抗癌藥物 像動物的話 你可能餵大薯或小薯 吃一些藥 然後看他會不會造成身體上一些副作用 或者是他們身上的 被 一酸下來的疾病會不會 得到改善 那我會最後會評估說這個藥是不是有 相當的藥效 或者是他有沒有副作用很強啊 不適合開發啊 那我們就評估說 他適合開發的話 我們就拿去研發吧 申請專利然後進行 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活動 就是像FDA的認證 我們台灣是TFDA的認證啊 那副作用的話也是看他有沒有對正常細胞有什麼影響啊 或者是對 孕婦會造成一些雞胎的影響 這都是我們需要評估的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相當相當大的一個流程 不過在這邊簡化的話就不要 編太大力了 那養殖的話 其實我們有養魚養蝦養藻類這些未來出入 那 提高產率和生長速度 還有建立一個適合的環境 都是這個領域重要的命題 而且如果你真的 能養起 鯊魚的話 其實對我們生代系也是一個很有幫助的現象 因為 如果真的把鯊魚養得起來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 不需要通過去 海外進行 進行鯊魚的捕獵 然後把他們其實割下來 變成魚刺 那這樣的話 這些 成本就 就是 魚刺價格 如果通過養殖可以成功的話就會 大幅降低 那降低的現象就是讓我們這些商人會發現這個 在海外 進行鯊魚的獵捕的話是相當沒有價值的 而且相當經濟利益 相當低的一件事 所以他們就不會進行這樣的活動 所以對我們生代系會進行一個 比較好的幫助 那生代評估的話其實也是 我們會看說這個生態 就像一個區域 就是你要毒根的時候你會發現一些區域 會進行生態評估的動作 那我們會 確認說這邊的 地理位置 是不是生物調性會不會很高 需不需要特別被保育起來 然後進行隔離 還有真正眼裡的話就是 監督底下業者 或者是基深國際舞台 參與國際的會議 像是我們有南海岸的會議 我們要維護自己的主權 這都是政策頂頂需要做的事情 那我用 台灣生態評估來當例子的話 像我們政府法規就是通過新政環保署進行 擬定 然後叫我們的業者 如果你要開發這個地方的話你就需要去叫 民間比較可以 信任機構 然後進行生態性的調查 那生態調查的結果 你會讓我們政府評估說 這個地方是不是適合進行開發 不然就是通過我們這些 民間的 民間的 團體 就是 天天調查機構 然後他會跟業者說 你這邊要改善 怎麼樣改善 怎麼樣改善 才不會對我們生態進行比較嚴重的影響 然後最後評估的話就是 評估這個地方是否 是否 適合進行開發 所以這就是一個 比較偏身 台灣生態系的生態評估的一個流程圖 不過這也是比較簡單的講法 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自己去 搜尋一下 那聖年課程我是怎麼安排的 和西藏會怎麼安排呢 像西藏課程主要 在大一的話就基礎訓練 像是我們的微積分 普通化學 普通生物 基礎物理 這些都會在大一的時候 學完 然後這些 其實是特別累 特別累的時期 那大大的話我們會學習一些專業能力 或者是環保意識 讓我們更了解海洋 還有更了解生態保育的重要 那大三大四的話我們主要就是依照 實驗室的能力 需求來進行選客動作 那必修的部分就是海資系 需要你學會的嘛 像是我們的環保意識 我們的 海洋生態 生物多樣性導論 他就會介紹一些 在哪個時期不能吃什麼魚啊 或者是哪個時期 你要禁止裂捕 或者是哪個時期 你這個地方不能進行捕撈動作 還有你 在哪個地方需要被進行海洋保育的動作 這些都會在這堂課裡面講 講述 那 生物的話有海洋化學 海上時期 海洋化學的話就可以在 我們這堂課通學到一些 海洋的基礎 化學背 背景 像是他的溫度和岩度是怎麼改變的 然後 他溫度是不是在哪個深度的時候 會特別明顯的顯著變化 這些都在這堂課會學到 然後讓我們更了解海洋 是什麼樣的環境 然後進行 可以進行哪樣的開發 那海上時期的話就會讓我們 搭乘 海洋三號 然後進行 探索 就是我們會進行一些比較有趣的研究 就是 就是從我們的流程 從頭開始跑一遍 然後進行一個研究動作 就是海上時期會學的 那課也之後也會變成必修 所以是非常有趣的一堂課 那我閱讀文獻的話 其實在兩個學期 我們的必修 生物化學 其實也可以當作 工具 然後在 大師的時候可以應付我們的 Semina 就是書報討論的課程 所以閱讀文獻也是我們 海之系他必須要學會的一件事 那選修部分的話我就用 實驗室的需求來進行選課 來進行介紹 那像是如果你 很喜歡生物的話 你就會學一些 分子生物 和生物化學 像是我們的遺傳學 訊息傳遞路徑 都是這個領域的 而且這個領域也是相當多 相當多人會選的一個領域 而且他是三類組的核心科目 生態支援的話 其實 主要就是讓我們 落實海洋支援的保育 還有觀察生態是否健康 這些都可以在生態學可以學到 那生物技術和動物生理的話 其實也可以到 動物實驗相關的實驗室 進行實驗 像是有大鼠的實驗室 小鼠的實驗室 而且還有一些斑馬魚的實驗 都可以 在這個領域 進行學習 那動物生理學 在別的系的動力 動物生理學就是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課 好那海之系現在的主流 實驗室是什麼呢 那根據我目前的觀察的話 會覺得說 目前在進行天然物研究是比較多的 那我內心上看到 大多都是老師都在做海洋天然物 然後再看他有沒有 潛質 進行 一些的 辛料開發 那天然物又是什麼呢 他主要是取用生物體內的二次代謝物 來進行 研究 那二次代謝物又是什麼呢 你可以想成初期代謝物就是 生命所需的 東西嘛 那二次代謝物你就可以想成他是生物不一定需要的東西 不過 他們通常會拿 就生物他們通常會拿二次代謝物來進行 抵禦外敵的 行為 像是育羅 它會產生育羅毒素 核吞 它有在內臟裡面生成核吞毒素嘛 就是它通過 進食的方式就會產生 在體內有產生核吞毒素 那這些這兩種 成分都可以 為我們的心藥貢獻一份力 像是 左上角那個育羅 它產生育羅毒素也被 開發成心藥了 所以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在這個領域 進行一些 實驗 那我們系所的資源有哪些呢 我會分成這三大部分來進行介紹 像我們獎學金 不只有若是可以輕鬆申請 我們的實驗室 行藥計劃的話也可以申請 而且 而且我們中山大學它有 我們的大專生研究計劃可以進行 申請 那科技部它有科技部的大專生研究計劃可以申請 所以我們獎學金其實制度是相當 完善的 那我們系學會呢 其實 在系列 系學會裡面的系列 它有 相當多的書籍可以借閱 而且可以當作我們的志秋式 討論式 進行討論 那而且我們的活動也相當多 像我們專武節可以 冬秋節可以烤肉 而且我們的聖誕節有交換禮物 還有一些烤肉趴 之類他們都會在定期的時候進行舉辦 那我們自己 當初有一個海人之夜會邀請學長姐回來 進行 分享 然後讓我們知道我們需要 做什麼樣的努力 然後達成 我們要的工作 所需的能力 需求 那實驗室的話 我會分 實驗室的話也有很多 東西可以 讓我們做使用嘛 像養殖室那裡面就有 大鼠和小鼠 那還有其他地方有 斑馬魚 可以進行實驗 錯了 那是動物房 動物房的話有 大鼠小鼠還有一些斑馬魚 那養殖室的話通常就是我們的 魚類啊和磁斑 磁斑之類的魚類 都養殖在那邊然後進行 實驗動作 像我們貴重儀器的話也有一些 核實工針光譜儀 還有 還有 HAPLC 那些都是非常好用的 貴重儀器 然後都可以讓我們進行 比較妥善的一個研究 那我之前也有在 實驗室待過 而且耗費的 耗費的實驗室相當的多 像我之前就待了一個三個實驗室 像是生物資料實驗室 生代蘋果實驗室 還有動物房的實驗室 那我在生物資料實驗室 主要出發點就是想要 因為好奇說 生物資料到底幹嘛 所以就想要進去看看 那我在裡面做了什麼呢 主要是做了分子生物學實驗 還有萃取 還有癌細胞的 動物 細胞實驗 還有天然物的 存化 這都是我在這個實驗室裡面做的東西 那分子生物學有什麼呢 主要是透過微觀的角度去看一個生物的現象 不過主要看來是基因怎麼樣控制蛋白質 在實驗室中的話我們就看 癌細胞通過 藥物的注入的話它 就是透過投藥的話它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它細胞是什麼樣表現的 是它會 因為我們人投了藥 然後進行 一系列的細胞凋亡或者是 崩壞動作 這都是在分子生物學 實驗裡面學到的 在這個實驗室會做到的事情 那西方物點回來是這個 淋浴 比較重要一件事 就是你可以透過分析蛋白質的表現 然後回推是哪段基因 空射這個現象 你可以想像成說你暑假回來之後你要跟同學比一下皮膚嗎 然後看誰比較黑 然後再推測一下說 在誰在這個暑假裡面曬比較多太陽 就是這大概就是西方點目 發的一個目點法的一個 介紹 你可以在 前面這張圖 看到說 左上角那個就是 比較正常一個西方目點法的表現 如果比較越黑的話就代表表現越好 好 那程序的話簡單來說就是 你可以透過大家彼此 各個化學物他們彼此之間的個性都不一樣 那想讓他們各自有各的歸屬 那可以透過他們各的不同樣子的性特性和性質 進行分析 還有 純化 萃取的動作 像是你的油和水 他也可以透過 程序的方式來進行分離 那我沒有繼續在這邊原因就是因為我 當時在暑假的時候擔任 暑期大專兵 所以沒有直接 銜接到我的實驗室的專題 而且當時也遇到了 實驗室的學長姐他們的畢業潮 所以沒有了回去學校的時候也沒有人帶我 進行實驗 所以我最後還是離開了 那生態評估實驗室又是什麼呢 他主要是在做生態評估 然後我是因為責任性 就是 在性上表現應該是比較正常 所以然後就被學長姐推薦過去 那我那邊做什麼 就主要是做一些比較偏 分樣的動作 像是 我們從 朝鮮帶取樣晚回來 然後我們進行 分離的動作 就把 生物和 垃圾 還有 比較 偏泥沙類的不要東西把它分離 像我們 分離出來的生物就會拿去見種 像右下角 左下角 像左下角那張圖 就是分離出來的生物 那我們就算這些生物量 然後再推推一些 數值就是生物中性的數值 然後判斷這個地方是不是 生態的資源相當豐富 需不需要進行保育的動作 那我在這邊體悟到一些 一些觀念 就是 一些觀點就是 我在 看到從 比特王收到的樣本時 就會發現好多好多的垃圾 看看這張左上角的那張圖 你也看到很多垃圾在 旁邊嗎 那 我就會感慨說 我們身在衝刺那麼多各式各樣的垃圾嗎 為什麼還是有人說 這是假液體呢 所以我覺得說 可能真的大家都 有些人就是不會去關心吧 所以我就想說 就是一個比較負面的情緒 對 那 第一個想法就是說 剛才在我們 個人介紹的時候 都有提到就是 想要從根本的去改變人民的思想 然後避免下一代看到海洋 就是垃圾會比 生物還多 然後沒有適合海洋 動物可以居住 所以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念念 雖然 未來我不一定會去做這件事 可是我還是想要做這件事 那這個實驗室 這個實驗室也是 我目前還在台詞的實驗室 因為 我覺得他真的很重要 而且我也可以學會一些見懂的技巧 然後 幫助我 之後可以建立一些 技術學習上面的模型 他雖然有時候挑生物會挑到不耐煩 不過想到說 挑到一隻 或許會改變 多樣性的表現 或許會改變上級的想法 就有莫名動力去完成這件事 那還有最後一個實驗室就是動物投降實驗室 那 我當初就是想要透過嘗試一下動物的實驗 才選了一堂專題課 然後進行這樣的實驗 不過我最後有點後悔啦 因為 最後後悔的話我在後面說 因為 我在裡面做了什麼就是透過一些 腹腔注射 皮下注射 還有食管的餵食 餵食器大鼠 然後讓他們 有 反正我當初專題就是做 大鼠 頭蓋骨恢復的 速度 是不是可以透過 一些藥物來進行 提升 那 我就用這些方式來進行位置 然後看他有沒有進行比較好的 表現 就是他頭蓋骨有沒有恢復 可是為了後悔就是因為我培養了感情的大鼠 都是被我犧牲掉了 所以奉勸大家就是如果沒有足夠接受度的話 就不要去嘗試進行動物的實驗 如果你真的想要如果真的有發生 需要犧牲的事的話你也不要 去 怨天憂人就用心懷感激的心去面對他們 感謝他們為我們人類 進行一份犧牲動作 而且為我們人類盡一份力 盡一份貢獻 因為他們的犧牲就讓我們 未來可能有新藥可以使用 那現在帶狗的是什麼呢 主要是軟實力 像是我們的邏輯思考 和狗說表達的能力 在我們書報討論課程中都會有紮實的訓練 那多元系列又是什麼呢 我們系所他 其實 科目相當的廣 而且 廣度真的是達到一個前所為的地步 因為今天說什麼都會學 連法律像是海事他們 海事的法律都會學 像我們海洋法 也會學到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學 那生態生技養殖 統計資訊 這些也在我們系可以學到 所以他在我們系的話 這些不同科目在我們系的話就讓我有一點 不同層面的思考 然後 看得更多 然後知道更廣 然後之後如果要進行實驗的話就 也不會 欠缺到一個框架說 你不能做什麼事 不能做什麼事 反而是你會用其他方式來進行 搶運的實驗 然後讓你的目的去達成 所以我覺得多元系列是我們 我們系手給我們的軟實力 最重要的一個是 一件事 那我覺得適合特質就是 主要還是喜歡海洋的你們 就是如果你有看到現在的話應該是 想要讀海洋 海洋相關的科系 所以說對海洋熱忱 是我覺得進入這個系 必須 必要的一個 特質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熱忱的話你可能會因為 暈船這種小事而放棄一切 而且我們暈船 我們在研究船上面研究是 相當 相當必須的一件事 所以說如果你真的會因為 暈船放棄一切的話那你就 還是不要來選擇海洋了吧 海洋相關的科系了吧 那還有喜歡動手進行研究的 特質也是適合 留在我們海滋器的 像因為我們中下大學反正就屬於 研究型的大學 不過你進入實驗室的話 你一定需要 去透過各種各式的實驗 來 來探討說這個動物 這個動物可能會有什麼樣的 現象嗎 那 你進入這個實驗室你也需要好好利用各式各樣的資源 但是我們有些實驗室就是有HPLC 有些實驗室就是有 細胞房可以進行癌細胞的養殖 還有一些可以進行 細菌的培養 這都是我們實驗室 你都需要去看哪些實驗室有哪樣的 測 設備然後再進行選擇 然後如果進入進去的話進去想要的顯示的話你要 各種利用 對各種利用好各種資源 因為 這些資源的話 其實你自己個人是很難得到的 而且 這些資源通常都是工費來進行補助 來進行買的 進 採購的 所以說如果 有要進行實驗的話你就 盡量啦盡量就是 維持一個想要發現這個事的新 發現一個真實的新 然後去進行探索 那我覺得自我規劃能力強也是我們 細需要一個特質 因為我們細算多元 不過相比 較其他作動專業科系的話 我們的系統性規劃是比較弱的 還是得靠自己的探索 去 自己 反正就是讓自己去探索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自己愛什麼想要進行什麼樣研究 所以這是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一點 而且我們自學能力也需要非常強 因為我們系統課程 做我來講 就是比較像包裝領域 因為他比較沒有 深入到一個點 讓你 從頭到尾都認識這個領域在幹什麼 不過 他就是能提起 相當的興趣 如果覺得不夠深入的話 那我當初是什麼樣的方式去進行自學呢 像我在生物領域的自學方式就通過 多方的方式 像我們 細藏所學啊 或者是科普影片 會得到一些比較 想要知道的觀點 他是不是對的 那我就找到興趣了 那我找到興趣就會發現說 這個問題是什麼 我想要知道他的答案 那發現 有個問題你就會想去展核資訊 說這件事到底是不是對的 那你就會進行文獻回顧啊 然後進行 自己動手做實驗 然後反覆驗證說 這個結果是真的 然後再納入自己的腦中 收入自己的懷中 就把自己的這個知識 當成是自己的一個資產 就是你有一個專業了 對就是知道那件事 所以 在生物領域的話 我是這樣進行學習的 不過說如果你真的不喜歡探索的話 只想聽課 然後就想知道整個 整個領域在幹什麼的話 你也透過 我 我推薦 我之後推薦的幾個平台 讓進行探索 進行學習 那 免費資源的話 有像卡漢 學術 應該說卡漢 他就是一個 比較多 不同 各種不同 各種不同的領域的 科目都可以進行學習的動作 可以進行系統性的學習 還有YouTube 他也可以透過關鍵式的搜尋 然後找到 你想要看的東西 而且各校的open courses 也是非常多的 你是非常可以去理解一個系統性的 反正就是可以用系統性的 學習去理解一個一件 科目 一些科目 還有一些課程 那 MIT他也有open courses 我們自己學校也有 所以也可以進行利用 那我的推薦的話就是 雖然要錢 但是 非常 能系統性學習 而且然後證照 而且可以做 作業 然後 有 印象比較深刻的 平台 再來就是coursera 那coursera 他其實雖然要錢 不過 我們大學生 如果申請financial ad的話 他其實可以得到的 補助是相當多的 就是你可以 不用花錢的可以學 系統系的學習 一件 科目 而且一件課程 然後你可以得到 相應的證書 來問你的自己的 履歷表 天分 所以這是我最喜歡coursera的一個部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進行 Coursera進行 搜尋動作 看你想要學習 哪方面的知識 雖然他coursera裡面 學習到的 生物方面的資訊 比較少 不過他其他的領域 是相當做得相當棒的 那為來出路的話 我會講一下 我在系 現在看到校友們出路 是怎麼樣子的 像我們 系友有些就去 擔任公教職 但是 漁業署啊 他們就在那邊 進行政策 政策研尼什麼的 教授老師 國考或 過考 擔任的公園就是 我們系所 有 有些人都會去 投入的工作 那學術研究的話 也可以自己 待在海洋 為我們的生物領域 進行一份貢獻 那這也是我們 系蠻多人 做的事 像我們系就很多 還是海滋系 畢業的學長姐 回來當教授 我也覺得 是相當一件酷 相當酷的一件事情 那 產業界的話 有養殖 藥廠 藥妝 生在評估 政策研尼這些產業 剛才前面有提到 那這些產業都可以讓我們 去選擇 所以說 不要說我們 海滋系沒有出路 只是出路相當廣 可是你要真正 找到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才是最重要的 那像是科技比較的話 我會用我們海洋科 海洋科學院的 就我們當大學海洋科學院進行比較 像我們海滋跟海科的差別 就是我們海滋 比較偏重於生物化學 還有 分子化學 分子生物學 那 而且我們自己在 化學比重也會比較重 因為我們 很多實驗師需要萃取和春化的 那海科的話比較偏生態 主要是對海洋生物的進行研究 那保育還有政策面 他們也會進一份力 那我們跟海工的差別就是我們海滋比較偏生物面的 像我們對生態的資源保育 都會進行一些貢獻 那海工的話他主要是偏工程 他主要就是以海岸周圍的建設作為出發點 像我們最常聽到就是海岸離岸風機 就是 風力發電那個離岸風機 還有一堆海下的建設 也是 海工需要去學習的 那 再介紹一下我自己想 我自己修過覺得很不錯的課 來分享給大家 那我會分 下面三個部分來進行介紹 像西藏必修的話我覺得 最推薦還是海藏實習 因為我們可以了解采樣的辛苦 還有後續實驗是怎麼樣進行的 都會從頭到尾的去學習一次 所以我覺得這個經驗是相當寶貴的 那我們體驗是在研究場上面進行實驗嘛 那我們會覺得說 在上面可能會暈的暈的暈啊 然後吐的吐啊 然後進行研究的是 找部分的人去進行研究 因為真的 太多陣亡的人太多了 那麼海鹽三號他其實有相當相多多的設備 像什麼溫炎生儀啊 還有 採水裝置 還有採泥器 還有一些 寄託網 那這些都是我們進行研究的一些方式 不過他這也是 最後一次進行服役了 明年的話 就是你們看到這個 影片的這個時期 2020的時候 他就會換成新海鹽三號 然後為我們進行 比較偏海洋 就黑潮他的環流產生影響 那 採樣的話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個 一件事情因為 我們從底圖網上面撈起來的生物 他其實相當不同相當多的 而且甲殼類 是我覺得蠻有蠻有趣的 因為這是 後面這是橘蟹 他是相當 比較少見啦 在深海的話 那我覺得 打開底圖網是讓我覺得相當有興趣的這件事 那 而且印象很深刻 那不過我自己選擇是比較偏 海洋 化學組 那我說進行的時間就是透過溫氧環流上來 還有柴水出來的數據來進行比較 然後看他裡面的營養鹽成分 然後判斷這個 地方他是不是 有藻類 藻滑的現象或者是怎麼樣的影響 這就是我們海洋化學組在做的事情 那 採樣的話就比較偏是 要去見種 還有去 看這些 生物他是有什麼樣的功能 來進行分組的 好 那生物化學的話其實跟分子中學他比較不同 他是以蛋白質的角度去出發 然後看這些生物是有什麼樣的功能 會對生物有什麼樣的功能 那我覺得他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學得好的話可以在 文献回顧的時候會更加輕鬆 因為文献回顧他其實提到的東西都是非常偏 分子生物學還有生物化學的 在生物領域的話 所以你在 生物化學如果你學得好的話你其實 很吃香 在以後的閱讀文獻啊或者是 寫論文的時候都非常吃香 不過你這個 因為生物化學是兩個學期的課嘛 所以你的兩學期會非常非常的累 那系列選修的話我表達一點是海洋生物之藥 他主要是認識一個新藥繁鎖的生產過程 還有了解他背後所涉及的利益還有開發時間 那認識新藥的開發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新藥他其實 開發過程是相當相當漏長 你要什麼時候設立一個 停損點 還有設立一個 建立 建立這個商標 或者是專利的時候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在不同的 你在不合十一的地 時候就 建立一個 建立一個專利的話 那你做利益可能會相當得到利益會相當的少 所以我覺得 新藥開發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那這堂課我覺得印象最深刻也是 他課前的回顧 那回顧的話我會 那老師就會問我們說 你當課 你需要東西是什麼啊 是什麼啊 你會 你就可以舉手發問或者是 請你回答 然後 這堂課印象深刻就是這個點 讓我們加分印象 對 那對我自己的影響就是讓我產生 一定的興趣 然後讓我想知道 海洋生物教到底在幹嘛 所以我就有加入系上相關的實驗室 也是因為這個課程 所影響我的 那再來是系內選修 就像 英文海洋學啊 我們會邀請 校友和業界人士來 系上進行演講 那也有去台商科博物館 然後進行 參觀 然後導覽那些表本是他們的 表本是怎麼樣擺放的 還有怎麼樣 排列的 就他其實 你看表本他其實就是採樣得到 然後進行 浮馬琳浸泡 或者是酒精的浸泡 那其實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他其實 你在排列的時候他有 就是 也是相當 有趣的一件事啦 因為 你要照他的不同的科 不同的鼠 然後進行 劃分 然後進行保存 還有在 他濕度和 濕度和溫度的上面影響也是相當重要的 來進行一個保存動作 所以是 我覺得蠻有趣的啦 藍課 那藍課聽業界人演講 也是 藍課最主要的內容 我也覺得 非常有趣 因為 你從不同 不同領域 學長姐他們回來嘛 那他可以分享給你 然後讓你知道 你以後需要做什麼樣的努力 來進行 提升自己 讓自己不讓 讓自己去這個領域工作 那 生在評估的話就有 業界人士來我們細拆 進行演講 那他演講的內容就 提到一個比較讓我有印象深刻的點就是 做工程人他其實 比較 他自己做工程 的規劃其實 他的導向會 偏向於讓這個生態 瀕臨崩壞 崩壞 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 做生態蘋果人 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見像 所以說 生態蘋果人和 做工程人溝通是相當必要的一件事 所以是讓我 比較印象深刻的點 那天然物的話 又請一個業界人士來進行 分析 他就是進行 比較偏 紅麴的介紹 然後他 介紹整個 整個 萃取的流程還有開發的流程 然後讓我們知道 紅麴它裡面成分好多好多 而且它裡面一些成分也可以進行 抗癌 或者抗過敏 抗發炎 之類的現象 這都是他 那堂課介紹的 所以我覺得這堂課真的有必要修 你會知道 你會出列的知道說 這個業界需要有什麼樣的人才 什麼樣能力 那西外的話我有修一堂 跨文化 領導力 發展與實務 這堂 課雖然是通識課 就是大家都不想修的課 不過它是讓我比較印象深刻 而且 讓我出乎意料 因為這堂課讓我收穫非常多 那主要是讓我認識自己 要分析自己的個性 還有沉澱自己 從你出未來自己想做的事 而且讓我們認識自己之後 就讓我們 透過自己不同樣的個性 不同樣的性質 然後去讓我們自己建立一個比較偏領導者的能力 就像 我自己比較內向 我就會 比較 就會先去跟我們的組員 比較聯絡感情 然後聯絡感情完就會讓我比較熱心積極 提面提到的 然後讓我自己比較 跟他們比較熟之後 我就會 進行比較 比較specific那一點的 分工 然後讓他們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他們也會滿意我自己做的事情 我的劃分 所以我覺得認識自己監視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在這堂課也是學到非常多 而且他 這堂課他 比較 麻煩點是他有很多的繁滿的 作業啦 然後 雖然招罪很多可是讓你 自己可以認 更認識自己 雖然這堂課很可惜 就是老師退休之後就應該不會有這樣子的課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有看這影片的話也可以去 認識一下自己 以後想做什麼 然後想怎麼樣發展 五年後你自己 是想要往哪邊 哪方面走 那期待選修的話 我修一堂叫醫學科技討論 那堂課就是在 介紹醫科所 就是我們學校的一個醫學科技研究所裡面的各種老師 然後 所有教授在你的實驗室是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氣氛 還有什麼樣的體驗 那這也是 應用醫學工程學程裡面的一堂課 那我在這堂課裡面學到非常多 領域的 專業 雖然沒有特別深入啦 只是說 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然後知道他們 想要 怎麼樣的發展 像我就知道一些生意材料 生意感測 系統生物學 還有 醫療輔具 他們 所需要的內容 還有所需要的能力 那我再介紹一下 科幻活動好了 我的銀隊啊 有參加 小蛙龍和海生營 小蛙龍是我們系上開給 小學生他們參與的一個活動 而且是每年舉辦 海生營的話就給我們 對我們這個系有興趣的高中生來進行參訪 然後的營隊 然後這小學生營隊其實也是相當有趣 那我在裡面就 大概 參與了4年 沒有3年 對我就從 隊服開始做 然後產業組組員做 還有 產業組組長 然後進行 擔任 所以我在這裡面收穫非常多 雖然會遇到 會遇到非常多調皮打蛋的小孩子 不過為了使活動不拖累的話 還是為了 也培養了自己的耐心 和毅力 還有責任心去 顧他們 就是讓他們 知道他們自己應該熟練一點 這是我在裡面的收穫 那在產業組的話 其實我們 主要還是賣 透明魚標本 那這個透明魚標本是哪裡來的呢 就是我們 去 俄阿寮漁港 然後看這些 抵託魚 抵託魚漁業的業者 然後看他們必要的漁 我們就收集回來 進行標本製作 那他們覺得這些比較沒有經濟價值的雜魚 對我們來說是比較 有用的 可是他們 這個抵託網的 抵託漁業的產業是對生態也是非常 進行破壞的動作 所以我就覺得 讓 家長和小孩子知道台灣的這個產業是非常必要的 因為 因為抵託漁業它真的是非常對環境不友善的一件事 如果讓他們知道的話他們可以在 購買漁業的時候可以 判斷說 這個漁它是用 比較 對生態比較友善的方法取得的漁 他們就會覺得說 這樣可能比較安心 而且對生態比較不會破壞 並且我們做的這些標本也是賦予他們 這些比較 雜的雜魚 一些 新的價值 像這邊 這是透明魚 它就是柳葉魚的標本 那它的骨骼我們可以透過 這樣做標本的方式來 判斷說它 骨骼的發育狀況 那它也可以當作我們 擺飾 就是你可以當作一個裝飾品 也是相當美麗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賦予他們性價值的一個 非常好的方式 而且我們殘校族 我覺得 真的是有必要存在的一個 組別 如果以後有興趣 來我們戲玩的話 也可以帶你的小朋友去參加這個活動 那高中心理隊的話 我單純是對水 那我在裡面收獲就是 因為要面對不同各種不同的 各性的高中生 那我就 需要不同的包容度 像是比較調節比較爛的 我就會 花時間比較多時間去照顧他 遇到比較乖巧的 就是比較安靜的 你也是需要去 適時的去關心他 不然他可能會覺得 這個活動很無聊 所以都是要各種 評估啦 對 那經驗的話 我會分享我自己的學程 還有自我探索的部分 那我應用醫學工程學程的話 我當作想法是 因為醫學它是我從小的夢想 就是我想 投入醫學 不過家庭 比較反對我去做這樣的事 因為 醫療求分其實相當 相當嚴重的一件事 然後我家庭其實比較 經濟能力比較沒有那麼 穩定 或者是比較高 所以我就會 覺得說 他們會覺得說 你不要去做總事 做做見自己 因為如果你要 打官司的話 你會花費很多很多的錢 那而且 雖然我很喜歡 不過 父母關係嘛 所以我就覺得說 如果我當年這個 這個領域的浮渡者的話 我也是很樂意的 但是如果 我要進行 一個藥物的開發 我就可以用 比較偏 應該說 如果我要擔任醫療領域的 輔助者的話 就會透過 建立一個 模型啊 就讓這個 藥物可以 應用在一些病人身上 就預測這個藥 他有沒有藥效 我覺得這是我可以去 未來可以參與 的輔助者 角色之一 那 這個學成需要 什麼樣準備呢 其實這個是 學校給 學生們一個 一大資源 就是學成 那學成只要提交 有學成申請書 然後經過 司長同意 就等於接到一個任務 那接到任務的 獎勵是什麼呢 如果你是把這任務做完的話 就是 修課 修好修滿 然後 你會得到一個 薄薄薄 他代表什麼 就是代表你在畢業證書上面會 付出一行字 會說你 有修過什麼樣學成 有什麼樣的能力 不過這段階 雖然他 在畢業證書上面看起來沒有用 不過最主要還是讓你自己 知道說你自己 吸收什麼 得到什麼 得到什麼收穫 可以未來可以什麼樣的應用 他對我的影響就是讓我 更 認識這個領域 然後知道他們想法是什麼 然後也讓我 看到了像是另一個孩子系的感覺 因為他們學習的東西 其實相當相當的廣 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如果 加速醫學科技 他們 這個領域所做的 成立的設計的話 或許他們可以依照藥物的需求 然後跟海洋領域做結合 然後判斷說 哪個物種 他 潛 潛在能力 就潛在 富含 天然物 有藥銷的能力 是比較高的 那就可以 透過 比較專 專一的物種的進行 採樣 不會讓這個生態系進行崩壞 所以我覺得是 還不錯的一個想法 那EMT和BRS有什麼呢 他是緊急醫療救護人員 和基本救命術 那為什麼要學習 那奇怪的東西 主要就是因為 或許有天能弄傷 可是我不知道那天 是什麼都會發生 而且如果你學會的話 你可以幫助自己 家人或者是陌生人 你可以改變他們的醫生 那如果假設的話 今天假人 今天假人就在你身邊倒下 你會怎麼樣處置 像我的話 可能沒有學過急救後 就可能 打電話 先報警 然後報警的話 還要去通知 醫療人員嘛 所以就 浪費很多時間 那如果我學會的話 那如果你要錯過 緊急的救援時間 如果導致一些 比較遺憾的事情發生的話 你會有什麼樣感受呢 如果自己的話就是比較 當然會比較難受啦 而且 一定會後悔說自己 當初怎麼沒有做 這樣的努力去 想說 我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天發生 所以說為什麼不先學呢 這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 你為了避免後悔的話 你要去進行先去學習 所以這也是我自己的求學帶度 如果你能夠學習一件專業的事 你就放手去學吧 而且你不要嫌麻煩 而且 不要不嫌麻煩之外 你也 可能會因為這件事 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像如果你救了一個 年紀比較 輕的年輕人 他可能會改變 他家庭的一個命運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必要 讓大家知道一個求學態度 如果在 觀看這部影片的話 你也可以進行 放手去學習的動作 因為他真的非常重要 而且 不要後悔 才是最主要的一件事 那 我在這個 系 有什麼樣的心得和收穫呢 那我在這個系 主要是 快人欲的學習嘛 除了 學習我們自己系上不同的語言的事 還有學習 用醫學工程學程 不同的語言 那不僅為自己的事也加分 也讓我自己 跳過原有的框架 讓 鼓勵大家在就學期間 那我也會在這邊鼓勵的大學 大家在 大學的期間就進行去探索 因為真的 快力學習探索是非常重要 而且裡面 以後 跨科的動作是越來越多了 那我在那一次大學的話 我絕對不會去做的事就是 當兵開始不選時間課 因為不當 複習兵的話 我就可以在我的暑假裡面 參與更多的活動 像是 我們之前有南海岸的活動 他一定是 我要參加 我想參加那年其實也是最後一年舉辦的 如果以後有要再舉辦的話也是要通過 通過其他人的規劃 那他也讓我自己耽誤了自己在 做專題的時間 雖然 當大專兵他是非常 也算是收穫不錯的 收穫蠻多的一件事 不過 我覺得 當兵這件事也是可以放在比較後面再講 因為 大學期間就是要求學嘛 然後你要進行各種各種各種不同的學習 然後讓自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 張複習兵 尤其 真的比較 不考慮大家去做一件事 那 不會為了學分 而不選擇的時間課也是 是我想推薦 提醒你們的 因為有些 時間課在今年實驗 其實在 指導教授裡面的 實驗師是做不到的 但我就後悔 有點後悔就是說 我自己還沒有做過PCR 那我四年最大收穫是什麼呢 我就大致的了解了自己未來想要投入業界的狀況 還有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事 然後也學會了自己獨立思考 還有自我規劃解決問題的能力 不過最重要還是自己知道自己什麼 想要做什麼事是最重要的 然後推薦 想要跟大家講的是就是 你們如果來大學就得的話 一定要發現 你一定要去盡情的探索自己自己 自己想要什麼 真的非常重要 我剛才從現在 從剛才到現在已經不知道講幾遍了 所以 真的去探索自己吧 那我想跟高三的自己說的是感謝 因為感謝自己來救度孩子 讓自己看得更廣 然後自己 也沒有像以往那麼迷茫 也感謝父母的全力支持 讓我去選擇這樣的科系 然後進行救度 那我想跟五年後的自己說 跟自己比較就好了 活得開心比 比較 如果 我想跟自己說就是 活得開心 不要一昧的看清自己 然後總呢 他人跟自己進行比較的話 產生多的焦慮感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事情 你要相信自己 在未來 或者是現在已經成為別人的榜樣了 所以說跟自己比較就好了 這個想跟自己做的事情 那我也是 要講 就是 藍金跟你們林經理跟我們一句話就是 人生定位 會繼續努力 一樣重要 大家分享給我們先一句話 我覺得 蠻有意義的 你們 去探索吧 探索自己的人生定位 還有 去探索自己 需要做什麼努力 然後這邊是我的圖片來源 我用到圖片資料 你可以都可以在這些網站上面 進行搜尋 然後有些圖片是 別人分享給我的 或者是 先是他們所提供的照片 這就可以讓你們做參考 那謝謝大家 這首IOH講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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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